二战中德军的党内军都是硬汉,有一支党内军刚上战场就全员叛逃凶汉,难缠,甚至打到弹尽粮绝,依然会冲锋的部队,莫过于二战时期的党内军部队, 苏联人都谈之色变的帝国师,活着的幽灵骷髅师,和由欧洲纳粹信徒们组成的维京师,可以作为党卫军的代表部队,其超高的战斗意志,让所有敌人闻之丧胆,但就是这么一支军队,却也有一个战斗力低弱的分支,这支队伍被称为老虎团,其来源正是队伍的标志,一支乐器的蒙古, 该团出自印度,是一殖民夫妻史的雇佣军,本意是希望他能在亚洲地区,牵制英国殖民势力,不过事实上他们的牵制作用却并不明显,毕竟队伍中真正信奉纳粹的人非常有限, 不过是一群用以满足把西斯敌对英国势力的俘虏兵,不过在刚刚组建的时候,由于组成人员是俘虏兵,都有些战斗经验, 因此作战实力还是可以保证的,甚至比多数意大利军队更有杀伤力,不过毕竟不是自家买卖, 该团随着战争的深入,逐渐显现出军心涣散之态,既不是为了祖国,又不是为了信仰, 印度士兵经常在战役中显现出迷茫之态,甚至军营中的思乡情绪迅速蔓延,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远胜于他们对战争的渴望, 于是第一批逃兵出现了,不仅在休战期间,有士兵偷偷逃出军营,甚至演变到后来,一上战场就出现溃败, 士兵们不希望在这场无聊的战争中耗尽自己的生命,恼怒的德国人决心整顿这支队伍, 虽然并没有更多的战略意图,但毕竟还是希望隶属德国的军队能够有所建树, 在诺曼底登陆后的两个月,德国战士吃紧,由于军队的大量简缘,决定将老虎团纳入党卫军部队, 其实德军高层指望老虎团能受到党卫军士兵的影响改善精神面貌, 却不想他们直接在战斗中全员探讨,这也让党卫军中出现了有时以来最弱的一支队伍, 战后,这支队伍不但成了自己人的笑谈,也受到了盟军嘲笑, 因而后世在提起这支队伍的时候,大多是只言片语或者是嘲讽, 但实际上,作为一支反战情绪弩厚,被硬拉上战场的队伍而言, 这样的行为也可以被人理解,因而在战争结束后, 逃亡瑞士的残兵们虽然被盟军羁押, 但是很快被遣返送回了故乡,也许家乡才是他们应该的归宿, 返回邹虎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